第二试题 电路装置如附图所示 假设导线的电阻都很小可忽略不计 则用导线连接哪两个接点时 会导致整个电路短路 我们晓得因为导线等于没有电阻 所以这条线上的每一个点 都等于是同一个点 所以如果我们所谓的接AC两点 就等于是接AB两点 那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这样子接 对我们整个电路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选项A说我们要接AC两点 那就是错的 同理呢如果我们接的是CB两点 那就等于是这样子接 这样子接也可以看得到 对于整个电路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选项B说接CB两点也是不对的 那么选项出些珠一两点 那么珠这个点就等于是这个点 所以接珠一就等于是这样子接 那也可以看得到 它对我们整个线路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也是错的 那么之右选项是接B珠 因为B就等于是这一点 珠就等于是这一点 那么接B就等于是这样子接 或者可以看成是这样子接 那么如果是我们后面这个接法 就更加明显的看得到 这样的接法就会使得上面两个灯泡呢 都变成短路 所以会使整个线路都变成短路 所以呢我们答案呢 就应该选择是B珠这两点 所以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用导线连接哪两个接点时 会导致整个电路短路 我们答案呢要选的是C 接B珠两个点 接B珠两个电路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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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